4月8日临时,武汉正式解除离汉离恶通道,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从1月23日开始,武汉共经历76天封城 在武汉解封之际,我们采访了疫情期间的志愿者汪勇 作为一个武汉市民,武汉解封后,他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打算 从大连三十开始,一路走过来 确实是从很凄凉很凄凉的时候 到现在的,慢慢的也会撤水马龙吧 武汉慢慢的复苏,觉得蛮不错的,蛮好的 北京之后,抽一天时间吧 抽一天时间带着家人找一个人不多的景点 去转一转,去转一转,放放风吧 因为他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关在家里嘛 也不让他们出门,担心有风险吧 所以一旦真正解封了 如果我有时间,我肯定要带他们出去转一下 汪勇在大年三十,瞒着家人出来做志愿者 在疫情最艰难的阶段,致力于解决医护人员的出行难题 后来又为医护人员运送各类物资 他的经历被中心社报道后,引起了众多媒体的追访 被国家邮政局评为最美快地缘 汪勇所在的顺丰公司,也提拔他到管理职位 汪勇坦言,解封后将会回归家庭 要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精力,让生活慢慢回归正轨 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这个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陪家人 但是真正一解封的话,我工作要跟上 我手底下还有200号人 我需要为他们负责 他们要吃饭,我要为他们拉业务 这是我的职责 当然这些方面对于我而言可能以前设计的很少 所以我需要学的东西还特别的多 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地跟上节奏之后 有所产出,有所结果吧 虽然疫情逐渐向好 但汪勇强调,目前还要继续做好防护措施 戴口罩,勤洗手,夺通风,少去人群聚集区域 另外,汪勇表示志愿行动不会停止 他和他的志愿者朋友决定把志愿行动延续下去 未来,他们会更加关注生活困难群体的帮扶和学生的资助 我们看的就是疫情后困难群体的帮扶 我们先聊着这个方向 比如说老人这一块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帮扶 预计会在武汉市一个月左右投入1000个名额 从现在开始帮扶到2021年春节 第二个方向的话就是这些小孩 我们提供了一个线上的平台 就是陪你一小时 之后招募了一些有知智的一些大学生 陪那些小孩子扶到他的作业 大家一起加油 一定会得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